我是那個張庚師傅跟汽車一中黃昱同學 然後這次很開心就是在一年級上學期的時候 第一梯子就得到小論文加等 首先我要先感謝兩位老師 第一個老師是李國勳老師 因為沒有他的話 我的小論文可能在這次可能應該 自己做的話應該保證刷掉 可能還違規很多事情 謝謝姚清老師 第二個要感謝老師就是我們班導 因為從國小國中很少參加這種全國性的比賽 然後一上高中就遇到一個這麼好的老師 謝謝他讓我有這個機會 就是跟我講說這個小論文比賽 然後剛好我也很有興趣 然後雖然第一次只得到家人 就是沒關係 以後還有很多機會 然後那個 感謝 對於姊鳳老師就是讓我知道有這個比賽 然後 也在這個過程上幫助了 幫我蠻多忙的 然後 最後我要先 我要謝謝我的那個 那個 我很多很多那個朋友 就是 在我做這個小論文的時候 就是 有時候做到心裡會非常憔悴 就是感想在後面 在我的背後支持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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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